每一个人可以体现每一个不同的一个状态 因为他毕竟是老人 把这种东西在他身上有 他不会把这东西都扔得这么干干的 南建龙是一个跟我这个岁数差不多 所以他身上有那种传统文化和这种现在的那种冲击 也是一个中国的所有的父亲 年轻的时候只顾自己拼搏 老了以后就眼睛就盯着孩子 一切就为孩子 你怎么办呀 你发烧了 你身体什么样的自己不亲 你跟你发烧了你跑来干嘛呀 郭老师演了一个不一样的父亲 小宋和郭律老师的一场妇女的戏 当他向他的女儿讲 他当年为何和他的母亲离婚的时候 那场戏让我动容 因为他很真实 你说我妈当年 你妈不好 你干嘛非要跟他离婚 他对男女有很多愧疚 但是他同时他也有他自己个人的选择 你能理解到他的那个不容易 但是他无论如何 他是一个好父亲 当一个男人 一个老人 他知道他的女儿和他的心结在哪里 这种戏来之不易 他需要演员全情的透露 我认为这些都是让人感动的 这是一个导演 特别值得骄傲的 今天是我最后两场戏 每一个演员在一个角色里 或者在一个剧组里 时间长的时候 他临走的时候 他都有一点不舍 一个是和这个人物的分离 然后和剧组 这么好的一个剧组 感觉挺舒服的 把他们分开了 所以这个时候的心情 难免有一些不舍 我最喜欢可能就是今天我们要拍的这场戏 在我这个家里头 我们没有吃过一顿安生饭 终于我们家里面通过各种各样的事情 我们这个家里面都释怀了 疫情来了 没有机会在一起吃饭 所以我们今天的戏就是一场人吃饭 大家都坐在一起吃饭了 哎 孩子们 叫人了没有呀 哇 好好 好好 问题的人都能健康地度过了这一关 来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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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给他跳 哇 好酷哦 哇 好酷哦 啊 不管得知新东风 总有一些珍贵的东西 咱 咬碎了牙 留在了泪 不是如何死的 要团在手心里 不能耍得 不能丢了 过来 咱们家人 来 来 赶一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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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